就没见过这么疯癖的公主 给父亲下毒和母亲共用一个男人 甚至还想当皇帝 这么炸裂的事就是唐朝一个叫李古儿的公主干出来的 怎么一个公主就这么颠 她最后结局就是怎样的呢 今天咱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唐朝出名的公主很多 这李古儿就是其中一个 号称大唐公主颜值扛把子安乐公主 皇室子嗣那都是投胎小能手 安乐公主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她出身在父亲被废除之时 看似天崩开局 实则釜底抽薪 当时唐忠宗和伟后正在移居途中 许师路途颠簸 动了胎气的伟后便在匆忙间仓促生下了安乐公主 生得突然手边连强宝都没有 唐忠宗便用自己的衣服裹住了她 李古儿的闺名就是这么来的 本该众心捧月的公主出身却如此狼狈 身为父母又岂会不心疼 明明身份尊贵 还同时却只能跟着父母吃火 偏偏有粗弱的倾国倾城 父母的愧疚之心更是无限庞大 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安乐公主捧在手心 任其为所欲为 在父母无底线的宠爱下 安乐公主便养成了刁蛮把刀 任性妄为的性格 13岁那年 长安政治圈再度发生巨变 父亲李显被跌回 四年后登基称帝 李古儿的身份也三级跳 先封郡主后为公主 唐宗宗的子嗣并不多 安乐公主作为她嫡出的小女儿 所想的尊荣也达到了巅峰 她的封批行为也一次次耍心众人的认知 唐朝最美公主做的事情有多封批 封建社会女子名声重于一切 但在安乐公主这里名声从来不叫善 她的夫婿是武崇逊 接着出入公众机会 祸祸了不少宫女 也不知怎店 武则天便把安乐公主许给了她 下嫁不足六月 安乐公主便诞下男婴 不过是十亿内的加减法 却无人敢算个明白 在那之后 驸马死于兵变 可刚过百日 安乐公主便再次出嫁 这一次的驸马 却是前夫的堂弟五颜秀 仓促成婚并非赐婚 而是守丧期间 就勾打上了两人 按不下闲言碎语 这五年秀深得玉树临风 却也是个荒唐的主 两人多次私会 被伟后撞见过好几回 一来而去 道上伟后也注意到了她 着实长在自己的审美上 便向安乐公主提出资源共享 荒唐的是 安乐公主毫不犹豫的应允 与母亲共享一夫 名声不打紧 思德也不在乎 安乐公主只在乎 自己想要的 能不能握到自己手里 她对长安城的昆明池感兴趣 开口问理想要 昆明池的确是皇室 用来游玩消遣的地方 但也是当地百姓的扬命之源 断然不能交由公主胡闹 要不来分明时 安乐公主便自己早定争取 地不够就抢民宅民田 娱婆不够就抢抢百姓儿女 行事张扬 那架势是丝毫不担心 自己会受到惩罚 事实也是如此 监察御史上书 要求李显严惩安乐公主 可李显一点都不顾及民怨民愤 想方设法为安乐公主开脱 李显的维护 将安乐公主的野心滋养的越发庞大 安乐公主如此受宠 为何罔顾人伦 毒杀亲夫 按理说 没人比安乐公主更希望李显活着 只有父亲稳坐地位 他做的那些荒唐事 才会有人为其脱底 可他的野心不止私以妄为 他觊觎的是那九五之尊 李显刚登基那几年 安乐公主没事就挑衅 当时的太子李同俊 他瞧不上这个树出的太子 以奴护之 三不五时就穿夺李显废太子 改立自己为皇太女 李显虽然没有答应安乐公主 但对女儿欺辱太子这件事 一直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最后逼得太子兵殿 有上官晚而在 李重俊没成功 但武重训也没能活下来 安乐公主借着百年后合造为由 顺势提出 尊称驸马的坟墓为林 看似夫妻情生 实则为皇太女身份谋划 朝城反对 李显也觉得不妥 这事最后并没有落地 多次提出要皇太女身份 李显都没有应允 安乐公主便记恒上了 刚好伟后也想当女帝 同样也看李显不顺眼 母女两一合计 决定联手将李显毒杀 直到李显喜欢吃饼 他们就特意在饼里掺了毒 不知情的李显 一口气吃了好几个 没一会儿就毒发了 安乐公主和伟后故意拖延 眼看着李显毒发身亡 两人拥立太子李重茂称帝 想让十来岁的孩子 做傀儡皇帝 可权倾朝野的美梦 只做了十三天 李隆基便趁夜发动冰电 伟后被杀 将是冲进公主府的时候 安乐公主正在梳妆打扮 还没反应过来 便死在乱刀之下 此时年仅二十五 死后也不知葬在何处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留言区讨论 期待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